走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越興奮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越興奮 中將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賦物 越南傳奇 南中北越驚險八天 這是我們的客戶 我們的團員 已經來到了河內的機場 我們現在已經到河內機場了 這是第一天的行程 大家都已經拿到心理準備 要玩最好玩的人間仙境 夏龍灣 好 你們好 Lisa這一次帶這麼多的客人 謝謝你們來參加我們這一團 南中北越驚險八日遊 我們現在已經到達這個河內機場 大家行李通通拿到了嗎 好 那就準備我們的導遊在外面 準備迎接我們 哇 大家已經上到車上了 大家好 代表一下我們河內的市長 歡迎大家來到河內 歡迎你們 歡迎你們 河內歡迎你們 哇 坐這個巴士 這個巴士看起來很舒服 這一團不算大團 大概就是中型的團 所以車上還有空位 你們好 你們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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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從機場 我們準備到河內市區 因為今天的班機 10點20就到 就抵達河內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就是河內市區 我們現在準備的第一個行程 我們就是先到餐廳 用今天的午餐 然後我們之後 在河內市區 稍作一下市區觀光 然後我們就會準備 今天晚上到我們北夜 最漂亮的世界文化遺產 夏龍灣 那大家在這邊準備用餐了 連餐廳看起來都是很漂亮很精緻的 這是一家餐廳 歡迎大家來到這邊 看到這邊的雕刻都非常的漂亮 非常精緻 哇 這個是我們要去夏龍灣途中的一個休息站 這個休息站裡面就是賣一些雕刻的東西 也是讓客人方便一下 那我們的車就直接要往夏龍灣走了 這是今天的行程 這是我們看到 越南的進步真的是 非常的進步 從以前那個北夜南北夜還沒有分開的時候 哇這個時候北夜到現在是大不同 這次大家來就已經感受到了 那非常感謝我們這一團的團員 來參加我們的南中北越 那我們是從北邊往下開始玩 從河內然後再來順化 然後縣港再到胡志明 那從胡志明回高雄 所以行程是不重複的 所以行程 哇大家好快樂喔 今天都來按摩很棒 舒展一下筋骨 因為大家今天早上很早就起床了 哇好開心 來這邊按摩很好的 很香燒很香燒 那我們已經進到我們今天晚上住的飯店 這個是也是一家新的飯店 也是一家新的飯店 現在我們雖然我們是中價位 但是我們還是一直把品質提升 希望參加過團的人 能夠繼續幫我們找更多的朋友 一起來參加我們的團 所以這是我們住的飯店 哇 那我們的Lisa 是很棒的領隊 她很親切 趕快來揮揮手 揮揮手 對 我們現在要去坐船了 我們現在要坐船 遊夏龍灣 哇大家拍一個團體照 在這邊跟你們講 謝謝你們 來大家揮揮手 這裡就是夏龍灣 我們要去坐船了 來 大家上一下鏡頭 夏龍灣 夏龍灣 希望這一趟里程 能夠帶給你們很美好的回憶 哇大家看一下 夏龍灣到處都是很驚艷 然後我們會包一艘船 然後我們會包一艘船 然後等一下就會開始看到很漂亮的 嗨 你們好 耶 已經坐船 要遊世界上七大騎警夏龍灣 那我們要遊夏龍灣之前 我們要來介紹一下越南 越南這個國家 它的小檔案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也位置人說中南半島 越南就在中南半島上 它東南邊是中國好 中國海 然後西邊就是寮國 跟中國上面就是廣西 大家都開心開心開心 謝謝 我們的阿芳 你們都愛阿芳 我們阿芳是很棒的 阿芳也很愛你們 阿芳也很愛你們 每次阿芳回來都跟我講說 謝謝 我們的客人都好棒喔 阿芳對我們的客人都很狡態 很親切 Lisa也是我們名牌的領隊了 她現在又很會拍照 很會攝影 其實在這邊也是謝謝Lisa 那剛剛講到越南 越南往北邊就是中國大陸的廣西 廣東、雲南 就像我們現在也有做一團 桂林、德天就是廣西這邊 正好跟外南是念做會 是跟外南念做會 所以說 外南這個地方 以前有分北岸、南岸 現在已經都通過 我們現在開始 開始來欣賞這個 人家說這個地方 也有人說它是海上桂林 海上桂林 它這裡的夏龍的面積 好像我們現在在看到這個風景 它的面積有1553公里 裡面所有的島 總共根據那個Google裡面 是說1969的島式 在夏龍灣裡面 好像我們當邊的這裡 250海裡的海面積裡面 這個地方 總共有幾千獨立的島嶼 是嗎 還有什麼 是嗎 我們是西方的地方